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了民进党内部对于柯建民他判断失损有很多的怨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于立院情势的所有的报告 几乎都是柯建民的副手吴思瑶直奔赖清德办公室向赖清德报告 报告完回来以后他会转达赖清德的意思 但是往往跟柯建民的看法不太一样 所以民进党的党团内部现在已经进入到两个太阳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 赖清德对于柯建民的所有的判断跟作为 已经发生了直变 这个直变能持续多久 大家还在观察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民进党内部也有人希望费考捐二月 陈菊也表达了他的态度 但是柯建民却认为费考捐二月不切实际 他说这个不是紧要的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希望民进党籍的立委策案 那策案那当然别人又参他一本 好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是赖清德跟柯建民之间的关系 就我所知 越来越紧张 我们现在来看 无论是卓龙泰召集党籍立委 在台大国际会议中心参序的时候 也特别的提到要党政合一 但是他说的党政合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政可以合一 现在党呢 党步伐凌乱 造成内阁进退失去 我们从这四项就发现一项指标 凡是由柯建民来指挥作战的表决法案 没一项通过的 杀的民进党是丢盔弃讲 所以民进党现在内部有一股声音 是不是让老柯下来 休息一下由蔡奇昌或者是吴思瑶取代 大家都知道蔡奇昌担任 苏家权跟游锡坤的副手长达八年 他是新潮流中流的少主 或者是换吴思瑶 吴思瑶跟赖清德之间是兄妹相称 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内部可能变天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我香港的好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节目 主持人陈锦胜兄 跟各位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游华兄好 自从2月1日台湾立法机构 重新新的一套班纸上马 韩国瑜就担任了立法机构的龙头老大 那么柯建民还是一个万年总召 掌管了民进党51名立委 那么国民党也是一个新出来的一个副坑旗 担任这个国民党的总召 王国昌是民众党的总召 那么在这个最近的 有关于台湾立法机构的股项改革之中 这个很明显 这个柯建民就不敌 这个国民党的副坑旗和民众党的王国昌 屡战屡败 那么对外这个打仗失败 那没办法 这个内部一定要遭到这个调整整数 这个跟这个兵家在战场上也是这样 你在前线作战 你指挥的将领 你打了败仗 那这个司令官一定要换将 所以呢 现在这个民进党内部呢 就已经有这个 要换这个柯建民的一个说法 那么看样子呢 这个 南清德本身对那个柯建民呢 也是有诸多的不满 已经在社会上已经流出来 有这个民进党内的一个马王政争 就是当年 这个十二年前呢 马英九和这个王金平在国民党内呢 就是两大系统 两大这个互相之间 这个排挤 这个发生了争权夺利 最后呢 这个马英九还败政 那么这个时隔十二年呢 现在的民进党内 有可能就出现了赖 柯之争 那么看样子呢 这个柯建民 如果他旅战旅拜的话呢 我想如果他又自治之民呢 应该自动的 这个要求 这个也不是谢罪 就自动告老还乡 留点这个脸面 以免这个到时候给罢免掉了 就很难堪 有话兄呢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的民进党内 有什么这个动态 谢谢 这么说好了 我们分成内跟外 我先讲外 黄国昌见到柯建民 是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跟柯建民 再有任何的协商 因为柯建民猛轰的对象 就是黄国昌 骂黄国昌非常的不堪 在这种情况之下 黄国昌显然对于柯建民 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再开所谓的党政协商 或朝野协商的话 民众党看到柯建民 是不会让步 那第二个我们讲到了 国民党的傅坤奇 国民党的傅坤奇 是直接骂老柯 你是要用花东三案 来换我的五项法案的表决 到了最后呢 我不同意的时候 你又说这个是前坑法案 所以傅坤奇对于柯建民 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甚至于也不想再跟柯建民协商 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韩国瑜 韩国瑜已经不止说过一次 要叫我召开朝野协商也可以 可是你立场的反复 让我真的很难办 这是韩国瑜直接告诉柯建民 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在野党派 对于柯建民四个字 讲好听一点 就叫尽谢不明 这个是外部的状况 内部的状况 就是包含郑国会 包含永言会 还有包含其他的派系 都对老柯非常非常的不满 为什么 因为他经常拿着鸡毛当令件 大家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柯建民的意思 还是赖清德的意思 那你尤其清了行动 这个赖清德是号召支持者群众 要走上议事堂 那柯建民说不行这样子 你们应该要号召自动自发的群众 走向议事堂 他说那些群众不是我们带来的 现在洪生汉也讲 就是我们号召的 赖清德也讲 也是我们号召 柯建民说不是我们号召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往往都会直接叫吴思尧去问赖清德的意思 你真正的意思那是什么 各位来看看 请问柯建民有经常跟赖清德电话联络吗 还是吴思尧直接可以面报立愿的情势 这个两个你马上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新潮流 现在一看柯建民 吕战吕拜 好 那他们就认为赖清德既然不能够指使挡边 为他做很多事的话 那干脆就由我们新潮流的人自己来做挡边 所以他们就讲了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蔡其昌 一个人就是吴思尧 资历最深的是蔡其昌 因为他曾经是苏家权跟游席坤的副手 所以这一些就代表他内部对于柯总召的 无论的政治判断 无论的政治谋划 甚至于所谓的表决 等等这一些 他们认为柯建民在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民进党在立愿是毫无威严可言 所以现在赖清德要不要换柯总召 会成为讨论的话题 一方面是外部的人不相信柯总召 另外一方面是内部的人认为柯总召经常下达的命令 几乎不是赖清德的命令 而是谁的命令 而是柯总召自己的意见 两者激荡的情况之下 才会传出干脆由蔡奇昌能够表达赖清德意志的人去作证立愿 谨慎兄 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从刚才有话中介绍的情况 就是但是在国民党内 朱立仁驾驭不了立愿的不分歧 同样民进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赖清德 他的号令 这个指挥不了柯文哲 或者是柯文哲自行其事 没有跟赖清德 这个及时的沟通汇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是屡战屡败 如果要换他 这个我想赖清德 可能这一步期一定会走 这个因为柯建民 你说他年纪很大 也就也已经70多岁 这个也应该退休了 这个毕竟这个经历是过了70岁 虽然这个成熟 但是呢经历可能是不够 而且呢他老是在第一线 又跟傅坤齐 又跟王国昌互相之间怼来怼去 这个心力也调税 我想呢如果他这个认清这个形势呢 还是自动 像这个嘴牛伯游戏坑一样 这个自然而退 自己退了呢 还是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我想这个民进党呢 它在这个立法机构虽然是少数 但是呢曾经在国民党占多数的时候 民进党只有二十几个 这个民意代表的时候呢 他们当时也能掀起很大的浪 也能够阻挡国民党的当时 这个很多的议案通不过 所以呢现在呢 不过是少了很少的人 这个比国民党现在呢 至少了一个协位 这个其他的呢 也不能他呢 这个柯建民去跟那个民进党的 那个另外八名 这个民意代表去做沟通 这个就是没有那个策略 所以呢 如果换一个人试试看呢 也可以可能 把返回这个民进党 在这个立法机构 这么一个颓势 你还说 是不是这个状况 应该讲呢 以老卖老 柯建民已经不是当年的老柯 柯建民从新竹市场推 沈慧宏没有赢过 新竹市的立委选举推 林志杰没有赢过 2月1号所有的表决都没有赢过 一个常败将军 还要在政坛上面 合纵连横 是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跟尊重的 你尤其是赖清德 现在要推行所谓的工程愿景 对柯建民来讲 他既不懂得工程的愿景 他也不理解 为什么在野党派会死盯着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下台 已经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正兄 好 谢谢永安兄